總結來說,PAP抑制劑是用於Bloca1,2基因變異的病患,效果會好 另外證據顯示對於卵巢癌搏激敏感性復發者 用於維持性治療,可以有效延長無疾病的存活器 這是我們剛才有看到的圖,線會越來越短,疾病的部分越來越往上爬 新的治療模式的話,有機會再接受手術、標靶等等的一個標靶藥物化療 甚至免疫治療的部分,有辦法把它終止,或者是說能夠有一個很好治療的控制 這是我們卵巢癌目前在治療的部分,我們會去思考的一個模式 那當然問題啊,PAP抑制劑是很新的藥,台灣有嗎? 那台灣預計今年會引進,所以就看看主治醫師有沒有 你的條件合不合適 再來的話,我是腹發卵巢癌病患,可以用PAP抑制劑嗎? PAP抑制劑是有條件使用,要跟主治醫師討論是否符合適應症 好,謝謝,以上是我的報告 我簡單問兩個問題,第一問題是你最後那個病人 因為你剛剛看到說,目前的適應症是薄筋敏感性 可是你最後那個病人是,不是用薄筋的最後限治療 這樣病人用的效果,會跟薄筋敏感性的病人有沒有差異? 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 目前的那個,您的建議還是要驗BRACA的基因檢測 就是卵巢癌的病人,在用PAP抑制劑 可是問題是這個藥品的訪單好像似乎沒有這樣的建議 所以到底要驗還是不要驗? 這是兩個簡短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在我們富癌學會裡面也一直在討論 到底薄筋敏感性要算它一開始的薄筋敏感性 還是後續的薄筋敏感性? 薄筋敏感性有分兩大類 一開始第一大類是你第一次復發的時候 到第一次復發那時候的定義 也就是所謂的primary platinum sensitive 第二大類叫做你前面其實它是敏感性 但是一直用藥用藥用到最後變成不敏感了 也就是secondary的一個resistance 那這個部分都還在掙扎當中 那掙扎當中的話其實他們自己也沒有很完全的一個定義在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病人我比較相信的一個想法 不代表正確喔 我比較相信的想法是他本身他有這樣的特質 他是在初期的時候他是薄筋敏感性的病人 那所以他在以他的本質來看或許會合適 所以當初才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跟建議 那但是至於到底他是要用在初次 或者是次級或初級的一個定義來看的話 不知道那之前學會上三個月也才在這個debate而已 所以這個我問題沒辦法回答 第二個的話是說要不要驗基因檢測 這個又是很大的問題了 我可以跟各位講 在他的訪單裡面的確沒有寫 但是對於一樣在我們五月的時候 有所謂的我們癌症聯會 那時候在富癌的topic裡面 我們有找到美國的John Chen的那位教授來做分享 還有新加坡的教授 其實在外面的國家 還有目前學會台大政文方醫師等等的那些教授裡 都還是建議應該要做檢測 那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原因是說我們的 該奈裡面我們的標準 我們的剛才秀出來的很新的美國的該奈裡面 其實角落裡面有寫 對於每個卵巢癌的病患 那應該建議要給genetic counseling 也就是基因檢測的一個討論跟建議 這是他寫在下面那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 對於VRCA的部分 當然他們在這個藥物的訪單裡面 他認為只要薄肌敏感性的病患 然後他就有符合適應症 原因是因為他不只對Block 1、2有效 他另外對什麼HRD等等的也有一定的一個效果 只是他的曲線沒辦法拉那麼開 但是的確有拉開 那但是因為我們標靶維持性治療裡面 還有別的選擇 比如說我們剛才講的Bivacidumab 那所以今天你如果 而且這兩個藥都很貴 尤其這個藥超級貴 那你今天如果對於薄肌敏感性的 對於薄肌敏感性的病人 有沒有這個基因的一個突變 那就牽涉到我們跟病人的建議 如果病人他有辦法使用 完全錢都不用考量 那當然都可以試試看 但是大部分的病人 他是有需要考慮那個CP值 那一旦要考慮CP值的時候 那就要想想 如果你今天的確是Blocker 1,2 有的 那CP值會非常高 那這個錢就值得花 但是你今天如果沒有 那這個CP值或許就要 好好的思考一下 所以我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是這樣